说起朋友 其实我来这个节目的时候 PT问我说你认识谁 我说我谁都不认识 因为我在生活中 其实就是一个很孤独 其实没有什么朋友的 这么一个人 然后直到有一天 江潮他跟我说话了 但是其实我本来 我在不认识江潮的时候 我特别的 我会觉得很讨厌他 我会觉得他很烦 但是你在接触他之后 你就觉得他的所有的 这些外在的东西 其实是真的 是真的烦 不是 是真的 就是真心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 在你接触一个人之前 真的不要对他 去下一个定义 因为我觉得 他的内心是很强大的 他可以在舞台上笑 但是我可能做不到 就是这种是非常感染我的 我补充两句 就我记得我不认识江潮的时候 有一回在网上看到江潮哭 然后发了个自拍 然后当时我觉得 哇 真的是什么人 在哭的时候会发自拍 但是我认识江潮了之后 我发现 他哭是可以拍自拍的 因为他每天都对着镜子那种 那种 就他真的就很 很自己爱自己 但他其实也很爱朋友 对对 真的很好 我加一个故事 我觉得江潮有一点特别好 他每天聊剧本之前 先要跟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期我就是演员 这个节目 他拿了冠军之后 我们去哪儿吃 他就每次都带领我们讨论 节目组织跟我内定 我是冠军了 我就是冠军 所以我们要怎么吃呢 这样是一轮 你不会嫉妒我吧 然后抱抱 我知道你想拿第一 但是第一是我的 因为已经内定了 就是每次就是 他用几句话 把大家很多东西放下来 你知道吗 然后专注在剧本上 专注在表演上 我觉得这孩子不错 对 继续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闪闪发光吧 散发你的魅力 接下来 已经量新的各位老师们 将决定这一颗心 归属于三位当中的哪一位 一号代表包贝尔 二号代表江潮 三号代表圣一伦 投票结束 首先有请李老师 我这展赠给圣一伦 我曾经骂哭过人家 是吧 总要找我嘛 而且就是你今天如果 包贝尔从这边上 这边也上 你这书如果要是能够 哭出来的多好 你记住那个哭啊 谢谢李老师 谢谢大家